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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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一新美術館 參加我們一新文化系列港將的第八場 迫畫與中國文化 在講座開始之前 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一新美術館 我們一新美術館在今年五月正式開幕 由宣傳文基金會創辦 然後我們是一間非牟利的文化美術館 會與不同藝術家和藏家合作 去搞不同的展覽 目標是想推動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我們剛剛完成了十月 原本結束了我們第一場的展覽 一新百年 一途居藏二十世紀 中國繪畫 我們今次第二個展覽 大家可以看到 一新異仗當代香港名家遊畫 我們剛剛在十月正式開幕 為了配合這個展覽 我們的館長楊春堂先生 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講座 楊春堂先生從事博物館工作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之前他曾經服務於香港政府和香港大學的博物館 而且還在香港大學教授過中國文物及博物館的課程 在2013年正式做了我們一新美術館的總監 負責統籌我們一新美術館的工作和開幕 在這個講座開始之前 我請大家把自己的電子產品的響流裝置觀賞 防止妨礙到港座的進行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有請楊先生為我們開講《壁畫與中國文化》 多謝Janice 當然又要多謝各位 這個星期六又來 很遺憾,又是落大雨 沒辦法了,春堂命苦 你要支持我的,我一定要辛苦一點 幾乎每一次我的講座都要落大雨 很多謝你們 今天我講一個比較冷滿的題目 這個題目對我來說其實有點挑戰 為什麼呢?因為我不懂電腦 所以我沒有畫面給你們看 所以我沒有畫面給你們看 我每次做講座都想一個題目 希望用一個沒有畫面的方法去介紹美術史 其實今天如果我有畫面 香港電台會錄影 因為我告訴香港電台 就說我沒有畫面 就說我沒有畫面 只看著楊某人 不太好看 於是他就放棄了 再次多謝你們 希望 餘下的時間 我說的話 你們至少明白了一半以上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壁畫 因為我們開館以來 兩個展覽都跟他畫有關係 所以我盡量找一些題材 是說畫畫 壁畫呢 就是牆壁上的畫 這個牆壁上的當然是人為那棵牆 但是原來這個壁 我們香港那地方叫石壁 石壁上面的畫 其實也是壁畫 如果石壁上面的畫是壁畫的話 就是說 畫畫最早的年代 可以推到很早很早 是吧 因為我們古人畫畫 就沒有材料去畫 那要畫在哪個地方呢 就畫在天然的材料上面 天然的材料當然是 要是地下 要是那個山的斜坡 那斜坡如果有一塊 就像牆壁那樣的方塊 就容易畫畫 尤其是我們去畫一個視像 通常站在那裡看出去是怎樣 就畫出來是怎樣 到我們中國人發明了火 就是懂得玩火 轉木取火 那才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圖器 做了圖器之後呢 就變了有材料畫 因為在原始的圖器上面 就可以畫畫了 我們不要講紙張 不要講那些木塊、竹那些東西 當然呢 詩跡品是更後期的事 所以 如果講到壁畫 追溯到以前的時代 應該講這些 就是石頭上面的畫 我們有個名詞叫做癌畫 那癌畫呢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呢 就一直去找這些 比較癖的地方 會不會有癌畫的痕跡 為什麼說癖的地方呢 因為如果開發的地方 即使有癌畫也沒有了 只要去找 鑽東鑽南去找 我們講回我們中國的地方 中國的地方 如果稍微未開發 當然大家都知道 當然在偏遠的地區 偏遠的散份 西藏、西南、西北、東北 我們目前找到 一個很大量 有早期的癌畫 在哪裡 在內蒙古 內蒙古這地方叫陰山 我看書 我沒有去過陰山 我看書 有成一百幅癌畫 不是 一萬幅 我講錯了 一萬幅那麼多 那這些癌畫呢 上面的題材 就是大家都想到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修獵 跳舞 就是當時的生活面貌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些這麼早期的癌畫 時代應該推到多少 幾千年前 新社時代 如果晚 至少去到青銅器時代 青銅器時代 就是我們講的雙周時代 那麼 青銅器時代 已經有陶器了 因此如果我們古人畫畫 就不需要畫在石頭上面 還可以畫在漆上面 陶器上面 甚至在銅器上面 可以注一些裝飾在這裡 因此 岩畫 在我們中國來說 下限的時代 可以去到青銅的時代 青銅的時代 即是大概二千多三千年前 最早已經是新石時代 當然 如果我們要很認真考究 每一幅畫的確實年代 這個已經不可能 說得難聽些 我們還是要估計它的 即是估計它的年份 還有很多時候 這些癌畫上面畫的 所謂畫 內容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照顧 當然 有一些線條 很清楚 或者是動物 或者是人 我們可以百分之八知道 這個是畫人 這個是狩獵 這個是野獸 這個是動物 這個是飛鳥 如果不是 我們完全 意會它畫什麼圖 這個陰山 就是內蒙古陰山 是我們中國人 可以說是比較早的 畫岩畫 大量畫岩畫的地方 內蒙古到今時今日來說 給我們的感覺 都是中國偏遠的地方 因此它的題材很多時候 跟狩獵有關係 這個現象 跟世界各地 早期的岩畫 是很符合的 因為人類開始的時候 大家知道 去賺食是什麼 當然是狩獵 當然是打野獸 這個很清楚 我以為我的聲音不同 我另外去到一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 很清楚 因為讀書 在寧夏 荷蘭山 在寧夏 我去過一個地方 山上也黑了很多岩畫 它的圖案是比較抽象 好像一個人頭的面具 感覺它好像有眼有脾 我們用一個邏輯去猜測 為什麼我們的祖先要畫岩畫呢? 如果你回到時光隧道 回到五、六千年前 你什麼時候才會畫畫? 記錄一些東西 記錄它 為什麼你要記錄它? 有什麼意義呢? 是給誰看呢? 給自己看就不用記錄了 是嗎? 給後人看 給後人看 是不是這個道理 還有沒有第二個道理? 如果是祭字 就不是給後人看 給誰看? 給天看 給天看 所以 就是我們去猜測 這些岩畫 其實很多時候是給上天看 他們還沒想到 給他後人看 因為這麼早期的時候 那個倫理關係還未建立 即是孝順父母 這種祖先和後代的關係 不是很明顯 只不過任何人類 最原始的階段 都希望什麼? 希望保住一條命 因為這麼早期的時候 都不知道什麼事發生 是吧? 如何保住一條命呢? 就是要賺錢 賺錢 賺錢 就是要打獵 是吧? 還有 你找到野獸做食物之外 之外 你會不會行雷落雨 令到自己沒有了生命 這樣東西自己掌握不到 因此 很多這些岩畫 我們今時今日認為 出現的地方 就是古代 你們說得對 出現岩畫的地方 相信是古人祭壇的地方 這個祭壇的環跨年代很遠 是幾千年 我現在說 一、兩秒鐘就說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回到時光隧道幾千年的演變 可以變化很大 這個就是祭壇 這個祭壇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什麼? 就是當時古人集中的地方 不是一個人祭壇的 是一班人祭壇的 告訴天廳 要保佑他什麼 於是在旁邊 就畫了一些圖畫 這些圖畫 記錄了他們的生活 以及他要求上天怎樣做法 我們在這些古代的岩畫裡面 如果我們看到真的畫人物 人物頭頂很多時候 就是出現幾條直線 好像戴了一頂帽 那這幾條直線是什麼呢? 或者上面有個角 那這幾條直線是羽毛 其實是羽毛 是鳥仔的羽毛 為什麼? 因為他想飛 他要扮著鳥仔 他要扮著鳥仔 他想飛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 頭頂上有幾條羽毛 或者有一個三角 那三角好像鳥仔的嘴 那三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不是每個人戴著這頂帽子 或者這個鳥仔頭帽 是什麼人? 就是一群跳舞的人 要制止 就要做一個什麼動作? 舞動 通常制止是跳舞 跳舞透過你的舞姿 就告訴天神 你的訊息是什麼 還有在祭壇那裡 既然是大家集中的地方 就變成一個社會交流的地方 是一個歡樂的地方 歡樂的地方 在古代來說 最主要就是跳舞 我給大家看一件事 我沒有公仔看的 唯有一本書 又影韻了一張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這些線條 這些線條 是出現在香港的 這些就是香港岩畫的圖 在哪裡呢? 我想約一些朋友去過大浪灣 去過長洲 去過東平洲 上面這幅 這麼大的岩畫 就在大浪灣 大浪灣石刻 下面這個東龍洲石刻 東龍洲就很近我們這裡 走出去 遠門外面 最角落這個就是長洲石刻 這些資料 你很容易找到 我只不過 為什麼要拿出來呢? 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所以告訴各位 香港都有岩畫 但是香港這一站 岩畫 令到很多學者 頭痛 不會解釋它 除了 下面這個石壁 石壁水塘附近 這個岩畫 就是很清楚 是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 就是青銅器上面的雷紋 即是說石壁這個圖案 應該跟青銅器有關係 這個青銅器的時代 屬什麼時代 就是剛才所說的 雙周的時代 這個也符合了我們中國人 牙馬的下限 很多時候去到雙周 但是其他這些圖案 古古怪怪的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二十年前 我很大膽寫過一篇文章 關於香港的石壑 我古古怪怪的 作了很多理論出來 我都不介紹了 因為我靠古的 不說了 只是告訴各位 當你去到郊野的時候 發現石壁 岩石上面 有一些這樣的痕跡 就好像被人為作的痕跡 人為 就不是天然的痕跡 人為作的痕跡 要小心 當然 有很多石壁上面 作的痕跡 就是書法 那些書法 大家知道是怎麼回事 是吧 但是我現在說 就是書法以外 就是文字以外 這些所謂癌畫 這些癌畫 這些癌畫 是不是古人 就是香港以前的人 隨意地作出來 就是有一些古代的 白眼的痕跡 就可以作出來 這個當然 我們認為不是 因為在石頭上面 黑一條線條 是很艱難的 在古人的工具 這麼缺乏 這麼原始的時代 在一個這麼堅硬的材料上面 黑一個圖案是很困難的 它一定有它的意義在這裡 只不過 今時今日 我們在香港 這幾個地方 長洲很近 長洲在 你在東灣花灘附近 就是現在香港政府 已經圍住了 這些法定估跡 只不過 就是暫時 有很多 真的不知道 它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去到青銅器時代 我們古人要畫畫 開始要放棄岩石上面 因為太難了 另一方面 我們的文化進步了 有什麼 已經有一個國家的規模 有國家的規模 有一個領袖 即是有一個皇帝 這個皇帝 住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我老百姓住在一間窩居 皇帝住是宮殿 宮殿 有一個牆 土牆也好 什麼牆也好 有牆 因此 古人可以在牆上畫畫 在我老百姓的窩居裡面 我也不懂畫畫 畫畫畫 又要材料 又要顏料 不會畫的 但做皇帝 就會在他的宮殿裡面 在牆壁上面 去畫畫 他為什麼要畫畫 皇帝為什麼要畫畫 要畫畫畫畫畫 主要的原因 他要保住他的皇位 主要原因 怎樣保住他的皇位 他首先要這樣 要長生 要長生 這個長生 這個生 是包括了壽命 亦都包括了你的榮華富貴 是 我楊某爺的老百姓 活到九十歲 窮過鬼 沒什麼意義 這麼窮 一直在捱 但是你做皇帝 你除了有命之外 你還要保存你的皇位 享盡寧華富貴 需要一個長生 這個長生 是怎樣靠 有什麼力量 很簡單 問天 所以這些宮殿上面的壁畫 在文字上的記載我們看不到 因為雙周的宮殿我們找不到 應該 就是有寫天神 因為我們古人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下雨 為什麼會走雷 為什麼天空上面有雲 見到雲就以為是龍 聽到風聲就以為是鳳鳴 很多古古怪怪的現象 古人就歸咎於上天有另一個世界 而這個世界比我們凡間的世界更高明 他駕馭我們 因此他要永生 要長生 他就要天保佑他 所以他的牆上 他就寫了天國 天國上面 他想了出來 即是這班古人想了出來 將天神人格化 甚至是將人和當時崇拜的動物 一個混合體 例如人頭鳥身 人頭虎身 老虎的虎 這些都是他們養墓的動物 可以飛的鳥 在陸地上可以很凶猛的野獸 就是老虎 這個牆壁上面畫了各種的天神 還有 除了問天 他因為他做皇帝 他要告訴很多人 他是皇帝 那怎樣告訴他 即是為何我去到你家 你很有錢 你怎樣告訴我你很有錢 不懂嗎? 因為你沒有做個有錢人 派錢 除了派錢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整間屋都貼金 是銀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畫公仔 畫很多畫 這畫就是他的奢侈的生活 所以牆壁上面 就是寫出他的享樂 享樂 一般老百姓 我們沒有這個生活享受 是吧? 根本我沒有經歷過 只有皇帝這些貴族可以經歷過 所以他寫這個場面出來 還有 就是 再寫他的 財產 財產是什麼? 對皇帝來說 財產就是他的土地 整個國家山川土地 農作物 但是 獸獵的野獸 什麼都好 都是屬於他的 是給誰看的? 他的財產除了給老百姓看 還是給什麼? 他的敵人看 因為古代的皇帝 雙周都有他的敵人 他的敵人是什麼? 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要入中原去搶什麼? 搶糧食 如果少數民族勢力大 當然打贏 但是如果勢力還沒夠的時候 又如何? 進來中國 就要奉承中國皇帝 要和中國皇帝友好 希望這個有錢的中國皇帝 撕捨一些財富給他 所以在宮殿裏面 的壁畫 就主要畫這三樣東西 這個是雙周 可惜我們現在在考古方面 找不到的證據 現在最早 暫時來說 可以找到 中國最早的宮殿壁畫 去巡代 秦代的首都是咸陽 陝西咸陽 幸好 就是考古學者 在咸陽的遺址裏面 找到秦皇宮 尺小壁畫 我們看到歷史的記載 秦統一六國 他很有趣 秦的咸陽城 是沒有城牆的 是沒有城牆的 為甚麼? 在古代 我曾經說過 你成為國家 國家一定有城牆圍著 不然怎麼可以成為國家 原來因為秦朝昂 秦國太厲害了 他的想法就是 六國 每滅一國 他就將那個國家的城 的模樣 在咸陽城 重複建立起來 那就是說 在咸陽 這個秦的首都 原則上 有七個國家的城牆 他滅了六國 加上自己本身 有七個城牆 所以在古代的咸陽城 是很偉大的 非常偉大 但是他沒有一個正式的外圍城牆 包圍他 但是 秦始皇 想都想不到 他的國家 沒有多久 就滅亡了 而他在滅亡的時候 竟然間 有個人物叫做項羽 走了入咸陽城 就放火燒咸陽城 就燒了三個月 整個這個古代偉大的建築 秦國的偉大建築 不見了 沒有了 七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就在咸陽城的遺址 就找了一些宮殿 的遺跡 在一個遺跡上面見到 宮殿的牆 上面畫了畫 這件事非常珍貴 今時今日我們可以說 就是最早的宮殿壁畫 在秦可以見到 但其實在秦之前一定有 只不過我們還沒有找到 他的壁畫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殘餘的壁畫 也看到什麼 他是說這個 秦國的建築物 秦國本身 那個運輸的工具 運輸工具是什麼 是馬 秦始皇的兵馬俑都是馬 四隻馬拉一輛車 在這個秦城牆的壁畫上面 我們看到有七套馬車 每一套馬車有四隻馬拉 他用的手法 就是用線條勾納了輪廓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用線的特色 就是我們中國人繪畫用線畫的 這種笛畫先用黑色的線畫 畫了輪廓 然後上顏色 顏色就是礦物顏色 紅、綠、黃 就填上色 填色沒有西方陰陽光影 我們稱為平圖 先勾納 然後再平圖 平圖的意思就是 就是像你畫圖案畫一樣 填顏色 就是那件衣服紅色 就是全件衣服填了的紅色 我們看到 中國早期的壁畫 如果用畫出來的方法 這就是很好的證據 是畫得很好的 還有一件事令我們驚訝 他畫人物近大、遠、小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近的人物大過些 遠的人物小過些 哇!這個真的是透視 西方當然這個透視玩得很純熟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畫 我們中國人畫畫 就沒有這個透視感 但是竟然間去到二千多年前 巡人就可以懂得這個透視 他不是用光影 亦都不是用那個顏色去分 遠近 就是用一個大小去分 這個是很合的邏輯 這個就是宮廷上的壁畫 我們再看一看 看待的記載 巡已經有宮廷的壁畫 看一定有 不過你找不到 但看待的記載 就是宮廷的壁畫 加多一樣東西 剛才我有三種題材 第四種題材 就是寫 就是聖言 孔子 這些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這件事很容易理解 因為皇帝為了要鞏固他的統治權 他就希望他自己的神文 學這些聖言 以這個聖言做模範 他德行的學問 所以這個手法 就一直到清朝 坦白說到今時今日都可以用 我們祖國一直在用 特區政府都可以用 要找人畫得好就可以用 其中一個聖言就是楊春堂 會不會上街遊行 這是一個統治手法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 宮廷宴的壁畫 就是唐太宗的時代 在寫了開國的功臣 寫了開國的功臣 就是幫唐朝打天下的開國功臣 寫了開國的功臣 就是畫了開國的功臣 變成了令到他的大臣 就要說 我是表揚這批功臣 一方面就說我是一個好皇帝 我表揚這幫功臣 給他們一個勳章 另一方面就說 你們要學這幫人 所以歷來每一個皇朝 都有這種壁畫 就畫在宮殿的長壁上 我們又看了 除了這些壁畫 畫出來的壁畫 在宮殿上還有什麼文物的證據呢 有 幸好我們在漢代的遺址 找到很多壁畫 那這些遺址呢 不是在宮殿 亦都不是成長 是什麼 是毛狀 那這些毛狀呢 就是死人的什麼 命責 我們找到很多西漢東漢的毛 打開它進去裡面 除了一個官 原來那個墓壁 是有壁畫 曾經五十年代 打一個墓 進去看見很多壁畫 然後就很開心 馬上回到單位匯報 明天馬上找人去記錄、調查、發掘 誰知道明天一進去那一步 那一步 就不見了那壁畫 因為大家知道 外露了空氣 那這些這麼舊的壁畫 就風化了 就沒有了 所以你們記住 突然間有個洞走進去 那你又死不去 就走出來 那裏面很漂亮 你小心 可能做民族罪 所以 因此 就經歷兩三次 就像剛才的事件 我們國家就說 不可以任何人走去 發掘為止 如果香港也有 所以你們撿到寶 發現到寶 那一定要 一邊向政府報告 如果不是 犯法 所有地下 其實不是包括地下 地面上 你撿到寶 你都要告訴警察局 地下甚麼東西都屬於政府 所以你以為 你買了一塊地下 有石油發達 不是 你找到石油 找到金礦 都是屬於香港政府 即是屬於甚麼 香港政府是甚麼 即是屬於香港的人民 你是香港人民之一 因此你找到甚麼東西 都是屬於公家 那麼 在這個武藏裏面 看待的武藏 我們找到壁畫 那我們就去想 在山人住的地方 原則上只有宮殿才有 竟然間 去到死人住的地方 就反而有壁畫 為甚麼呢 沒有 我做戲給生人看 我要表示我是孝順仔 是吧 那我的 至親 離世 我要告訴你們 我很孝順 那怎樣 我當然是風光大狀 這叫厚狀 厚狀之風 為甚麼會有這個情形出現呢 就是儒家的所謂孝 在漢代的時候 你想做官 很簡單 你是孝領 孝領 孝領 你就可以做官 那怎樣孝領 你街坊 民意 選舉 說你真是孝領 那你就可以做到官 做官個人都想 原來做官的途徑 就要做孝順仔 不要說女仔 女仔沒有份 一定是說男仔做官 孝領 其實是很矛盾 領是應該廉潔的 孝 原來 在漢朝人的手法裏面 就要厚狀才代表孝 是一種德 你有沒有德呢 德行的德 就是你要對先人厚狀 這個制度就影響深遠 由漢一直影響到唐朝 都是口狀 漢朝的口狀 大家都知道 除了那些陪葬品之外 原來 他是把地下住的地方 變成什麼 好像一個宮殿一樣 哇 當然了 你是孝順仔 將你爸爸媽媽 死人住的地方 好像皇帝的宮殿這麼漂亮 哇 當然是好東西 於是就畫了 在牆壁上面又畫畫 他畫什麼 好像皇帝宮殿一樣 就是畫天神 他的生活 他的財富 有一件事不想畫 就是聖賢 因為他不是皇帝 但是除了聖賢之外 他換了手法 是畫什麼 歷史故事 那為什麼是歷史故事 你想一下 在漢朝的時候 有什麼娛樂 漢朝的時候 有一個娛樂 就是聽故事 就是有人說故事 說書人這樣說故事 說故事 就單張椅子在那裡說故事 就是說書人拿著鼓 都會說 這是一種娛樂 說書人說的故事 很多時候是什麼 是歷史故事 《敬我似秦王》 這些是歷史故事 《鴻門燕》 劉邦如何和項羽周旋 這些是古代的歷史故事 這些歷史故事 很安全的 因為它是歷史 當時的政府 都沒有什麼藉口 去質詢它 只要你不歪曲歷史 因此我們在這個 畫的壁畫上面 我們真的看到 很多樣的例子 漢朝人 如何去升天 秦的皇宮裡面 我只看到幾匹馬斜 但是在這種西漢的墓 東漢的墓 我找到這些壁畫 在西漢諾陽 西漢墓是諾陽 有個西漢墓 是有個西漢的 的死者叫北千秋 那在這個墓壁裡面 竟然間 就畫了 北千秋夫婦如何登天 又要看看畫公仔 北夫人骑着三头鸟,飞上的鞋 她的手就再绑着一只三足鸟 即是在西汉的时候,我们想升天就要靠一只雀 三足鸟,我再重复一次,有些朋友听过 三足鸟包括了小雀的男性器官,所以叫三足鸟 所以属于羊,飞上的太阳 所以太阳鸟是属于雄性 太阳鸟是三只鸟,我们未免尴尬叫三足鸟 其实两足鸟加了雄性器官,叫三足鸟 竟然这个北夫人骑着三头鸟,本来是三足鸟 阳气十足,足够力量,本来是属阴 阴阳一条鸟就飞上天 那我们看看阿福先生就如何升天 阿福先生应该有数 他骑着什么? 骑着一条蛇 福先生其实一条蛇就上天 蛇其实就是古代的龙 没有龙厄 古代的龙,即是龙本身就是蛇的化身 这个《卜千秋冒》里面很现实地写 鸟和蛇都是帮主人家升天 所以登天之路就要靠这两种神物 这样上天 那当然呢 在其他的墙壁上面呢 就画了很多天神 譬如 袁武、朱雀 就是这些四方神 这样就画了出来 那这一方面为什么要提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登天的方法是什么? 那现在登天的方法是什么? 坐太空船 那原来古人就坐一只蛇 就坐一条蛇 去升天 那在这些冥习方面 我们看到了很多画的壁画 但是其实 除了画的壁画之外 我们看到 是有一种叫做画像砖 和画像石 我先讲画像石 即是说在墓壁里面 他用石砌了墓壁 墓壁 石块 那在石块上面 他不是用硬碟的画画 他怎样? 作了一幅图画出来 是雕刻了一幅图画出来 那到这里为止 为什么出现于漢呢? 你要作一幅图画 在石头上面作一幅图画 用什么工具? 那画你就知道了 用毛筆画上去 铁是吗? 用铁 铁用什么做的? 用铁 用铁 就是说 在看之前 中国人不是用铁器 用铜器 铁器 铁器很矜贵 但是青铜器的末段 为什么 青铜要受淘汰? 是因为产生了铁气 铁气又便宜 又耐 就可以做很多种形式的工具 跟青铜气不同 因此我们中国人 由青铜的时代 踏入一个铁气时代 就是由汉开始 尖角末至汉 由于有很好的 雕刻的工具是铁造的 于是 咦 行 汉潮的人就说 我可以在上面作 我刚才开场白 说我们的岩画都是作出来 但用什么作 石头作石头 是很辛苦的 但到汉潮的时候 因为铁气成行 就可以去作一幅画出来 作一幅画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叫羊作 都是用线条作 是吧 这一只马 一个方法 就是 一架石头 这架石头 马之外的地方 都作了 因此 你就看到整个马 是羊的 阴阳的羊 另一个方法 大家都意识了 就反过来 那只马本身 是凹了下去 一个凸一个凸 这种作的方法 就在 中国的北边 很流行 那我在网上随意 就印了一张出来 那你们去网就看到了 画像石就很多了 那这个就是羊刻了 是吧 就变了深色的位 就是那一个图画 一架石头作出来 那这个例子 你会见到 主体的人物在这里 下面也有人物 有马车 有屋 屋上有飞鸟 那景物呢 这里有树 有树 那我们再去看看 这些图画的内容是什么呢 原来古代 表示你有钱 你又是什么呢 出行或是出游 那出行呢 通常是做官的出行 就是官位的狗 大了些流落 邪掉了一马 或者车 很多的事从根后 那就出行 表示什么 表示官位 那做官的夫人是什么呢 就出游了 去游览 做官的夫人 因为你家里有钱 又有市场 又有马 又有马车 那叫出游 这种出行或是出游 在汉开始流行 其实可能汉之前也能 但我们看到 从汉开始流行 从汉开始流行 一直到后期 仍然存在的 这个题材 原来 在我们的古代来说 出行或是出游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身份象征 因此 那个人死了之后 他去到第二个世界 因为他的亲属 都要画一幅画 就告诉我们 他仍然是做官的 或者仍然是一个官家夫人 另一方面 希望这个死者 在另一个世界里面 仍然是享乐着 有这种利益 这种利益 这个出行出游 就很重要 因为出行出游 都要靠什么 靠当时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马 所以现在你们花车游行 不过我们不用马车 大货车 花车游行 有什么大庆典 就花车游行 什么节 香港节 什么 春节 就全部是一个庆典 就是用花车 那这个就是古代的花车 不过用马拉的车 那第二样东西 亦都表示 你有钱 怎样表示 你有得吃 因此在这个画像尊上 我就看到第二个题材 就是 画到所谓的主人家 还有那些嘉宾 在喝酒着 坐在那里饮食 从这些场面 我们就可以考古了 考古什么 看潮人用什么酒瓶 用什么茶具 当然 当时有没有喝茶 我们不知道 一定是喝酒 他的家具是什么 有没有椅子 那张餐桌是什么 我们看到 看潮人 原来 他很坦白 除了喝喝吃吃之外 他要告诉你 他真的有东西喝的 有东西吃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你们有东西吃 去哪里 去米枝莲五粒星吃 看食家介绍 哪间 阳机饭店 好 那我就去吃 古代是什么 古代没有阳机饭店 没有米枝莲 去哪里吃 是 是家里吃 是吧 只要我家里吃 那家里吃 就是在家里煮 如果你家里 厨房不漂亮 煮不到好东西 所以 第三个题材 就是写厨房 这些画像石上面 我就看到厨房的景 厨房有什么景 垮上鸡鸭鸭鱼 还有一个灶头 还有厨师扎刀 是汤牛羊 很现实 很写实 那到今时今日 我们没有这个情景 但是看厨人 就 哎呀 画公仔画出场 这些也要写 第四样 有厨房 煮好东西 有好酒喝 我们每个排排坐在这儿吃饭 有没有意思 有没有意思 接着要看表演 看表演 你去我家里没有表演 富家大才有表演 在汉代的表演 最主要就是跳舞 这是最重要的娱乐 不单止 你本身可以跳 另一方面 看人表演 如果我们 是音乐考古 或者表演艺术考古 看待这一批文物 非常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 传统的舞蹈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从文物那里看回来 我不懂跳舞 原来我们中国人 古代跳舞 最重要有一个特色 就是用什么 用道具 不是就这样跳 因为在汉代的画像石上 可以看到那些舞蹈员 它是有道具的 道具包括什么 谁知道这个字为什么呢 送一块眼镜布给你 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 地面是什么 这个道具是什么 我不敢送古董了 我怕你会认识 面袍不对 拿不到那四十块钱 拿不到那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 他对了 鲜 我同事要送个礼物给他 有道具 牌照 看着有一个很典型的舞 在史书上面记载 叫做七盆舞 墩呢 就是一只碟 因為我們古人不是叫碟,而是叫盤 你記住這個字 如果你猜得懂,我們通常說什麼盤,什麼盤 其實是一隻碟 《七盤舞》,顧名思義是七個盤 即是七隻碟 我們在文字上記載的是什麼? 拿著碟去舞蹈 孔在這些畫像石上,我們看到 原來是把碟扑轉了 不是打開的,扑轉了它,就放在地上 舞蹈員就是搭著那個盤去跳 即是要什麼?要很輕盈 如果不是踩爛那隻碟 要很輕盈 還有七盤,我們這個七字是騙我們的 我們在畫像石上,數來數去,很多時候是多於七 是不止七個盤 這個就是證明了我們中國人以前 即是很早期跳舞,是有道具 還有這些道具呢 扮什麼?扮老虎 扮隻鳳,即是孔雀 就拿著,剛才的朋友所說 就是一些面譜 拿著它來跳舞 不用道具呢 其中一個,在我們中國人 即是我們中國傳統舞蹈 又是一個特色,就是用道具 大家畫像上就看到 有道具 沒有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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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長道具 沒有道具 西方人呢,其他國家很少呢 就是用衣袖入墓 但我們中國人就是用袖 現在你看大戲說 滴水袖什麼的 是很漂亮的 這個在漢朝已經存在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長的袖? 表示你有錢 我沒有錢,你看看 蓋不過這裡 但在古代來說 我穿這種衣服是什麼? 是農民 即是老百姓 鬥木師傅、泥水佬 就是短 不是闊袖 在古代來說 你的袖越多布 就表示你有錢 因此 古人去舞蹈的時候 當然 就要看一些高級的舞蹈 就不是我這些老百姓 走去 沒有袖 沒有來沒有去 不要看 這個長袖 除了跳舞之外 但是呢 就在史書上面記載 看白戲 白戲是什麼? 摘技 摩術 摩術 這個白戲 這個摩術 其實在巡的時候 就是這裡演變來的 這個不給獎品來了 你一定認識的 叫做國底 國底是什麼? 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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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給 因為每個都虧本 所以 我是有錢人 我請你們嘉賓來吃飯 哇 挺好的 真羞百味 你還可以看到表演 你喜歡的話 可以下場跳舞 因此 我們在這個畫像石上面 看到噴火 吐火 高橋那種雜技 國底其中一樣 即是摔角 這些就是白戲 所以在一個畫像石上面 很有趣 很典型 就是分開三層 第一層 就是主人家和嘉賓坐著吃飯 中間那一層寫出廚房 不是 我說錯了 中間那一層寫跳舞 最下面那一層寫廚房 這三個景象 加起來 就告訴我們 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有錢人 他享福享樂 他可以在第二個世界 長生 這個很自然 很邏輯 我們從這個厚壯之風 就看到當時的社交生活 當然 我們亦都看到另一件事 第五件事 就是神話 這個神話 離不開 因為古人想登天 必定是講神講鬼 例如 這裏在網上也是印出來的 這個就是畫像磚 磚頭的磚 遠一點的朋友都知道 這是磚頭 磚頭就印了一些花邊 即是一個長方形的磚頭 磚頭就印了花邊 磚頭的中間 亦都印了一些花在裏 這個是印上去的 毛印 即是一個帽印上去 畫像石 就用鐵具去鑿出來 這個印上去 這個叫畫像磚 其實是磚頭 這種磚頭 我們在考古發現 它是空心磚 我們現在建屋的磚 很多時候是實心 原來空心磚 是更堅硬的 即是說 在漢代來講 它燒一個磚頭 這個大概 一米五至一米七 你看 Wild 創造草丁 就是長方形 他做的方法就像做陶器一样 先用泥各方面弄光 然后印了图案上去 印了一幅画上去烧 烧出来就变成空心砖 空心砖还要用在 不是当时的地面的建筑物 就是死人住的墓藏 在墓里面找出来 那墓藏里面 为什么用空心砖呢 因为它比用画像成便宜 因为一个墓通常是长方形 你放一个棺木长方形 比如我画一幅图 这个是墓 墓顶又砌了空心砖 墙壁又砌了空心砖 地下又砌了空心砖 然后棺木放在里面 因为空心砖本身已经整整齐齐了 所以做这个墓藏是非常便利的 就不像画像石 画像石 真的要人手去作出来 贵很多 所以汉潮如果老百姓 他一方面又要厚作 但又给不到这么多钱 就唯有什么 便宜一点 就好像现在做喪事一样 大口大做西口西做 所以画不到他画的壁画 其实画他画壁画很贵的 因为为什么 要画师进入墓里面画 特别请一个人进入墓里面 捐入墓里面 山洞里面 地底里面去画画 其次画像石 你还可以订造墓里面 你喜欢写这个厨房的样子 你可以告诉别人 但是空心砖就不同了 大量做的 你去到那个墓园馆 你就选择 是哪种适合你 但是他印出来 所以他那条线条 就好像这幅 要是阴文 要是阳文 这个已经算漂亮了 因为马和鱼 这棵树都很清楚 很多时候就是阴文 就是用印了一条 就是阴文的线 然后我正想要说的 就是空心砖 其实是当时一些行货的壁画 最便宜的壁画 我可以选择 因此我们看到当时人 即是汉潮人 他对冥责的需要是什么呢 就反映到当时的文化 一定有马 一定有马 还有很肥脆的马 即是很壮贤的马 一定有马 城市 那我马 随意之后 画了一棵圣诞树 就一棵树 那他 准备的山 这棵华 这棵章 这个 松树 那 这个 就跨了十个太阳 后卫射了九个 变成一个 扶桑树就是整个宇宙天地之下 一棵生命之树 树上面跨着太阳 太阳在东方升起 西方落 谁带它走呢 是一只小雀 那只太阳鸟 每一日就担着太阳 就由东面去到西面 因此我们有日出日落 因此我们有生命 我们有太阳之灵 之光 这个扶桑树 妙的妙在 另外呢 旁边呢 就有只怪兽 那怪兽呢 观估到呢 就是一只老虎 那在这些空心砖上面呢 中间就通常印了一棵树 一边是马 一边就是老虎 那我曾经说过 就是上一次说我们连马 老虎是做什么 吃鬼 老虎用来吃鬼 去辟邪 那因此 那因此 汉朝来说呢 老虎是很重要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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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扶桑树面的天空呢 我们当然也会见到飞鸟 因为不可以没有小鳥 没有飞鸟 没有飞鸟呢 我们上不到天 那这个飞鸟呢 我们看到可能是麻鹰 可能是一只鳳 可能是一只眼 因为我们中国呢 天空很多时候飞眼 那 亦都看到呢 他可能呢 印了一只鸟 这只鸟呢 这只鸟呢 在我们古人来说 鸟很重要 鸟呢 就是 亦都是picture 因为鸟堤的时候呢 就是太阳出来了 所以 鸟也是吉祥 那 那我们见到 天空呢 就满布这些飞鸟 那下面呢 就有扶桑树 太阳之树 是阳气十足 那老虎呢 就是帮我们治鬼 那其实呢 那当时呢 汉潮是农业社会呢 农业社会呢 农业社会呢 最要求 那天气呢 要什么 风调雨顺 一定要下雨 是吧 如果你做农民呢 下不下雨呢 就很糟 当然水浸也很糟 下雨 不下雨很糟 古代的 就是天汉有个神 这个神呢 叫什么名 叫做拔 那就是 男女不公平的 这个拔是什么 是个女神 那因此 那因此看人呢 见到一个女不 是很不喜欢她的 那因此在这些 这样的 毛状的壁画上面呢 就画一只老虎 去吃这只女不 那我们见到一只老虎 旁边呢 有个女性的形象 那就是寒神 去吃它 那我举一个例 有寒 那当然有大水 那我们读书的时候呢 大水呢 是归构哪个呢 归构有一个叫阿伯 他的名叫何伯 那就公平一点 阿伯 那一定是男人 何伯呢 就是黄河之神 那何伯呢 那何伯呢 呂伯呢 就是一个女人的神的样子 就是打扮 像一个女人 何伯呢 如何表示这个何伯呢 何伯呢 是坐在车上 是被四条鱼拉住的 不是四只马拉住的 所以你见到的形象呢 就不是用马拉车 用鱼拉车 那是什么呢 那叫何伯 那何伯呢 我们又要奉承他 如何奉承他 在古代来说 给一个美女子 给他 所以何伯是取妇人 何伯取妇 所以每年的时候呢 我们汉人 即是古代的汉朝呢 就不想黄河泛滥呢 就要送一个龟女 嫁给何伯 那其实大家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牺牲了这个女子 就当何伯娶了她 那何伯娶了她呢 就不会有洪水之话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在这些 在这些 武葬上面的壁画呢 反映到当时那种民间信仰 登天 是死后要登天 但是未登天之前呢 要怎样呢 要解决悍灾 解决水患 是吧 所以呢 仍然将这些 这样的 神灵 摆了下去 以及告诉我们 她用这些方法去做 用老虎去吃了一个悍神 用一个美女子 嫁给何伯 那这个就是汉朝人 在壁画上面 反映了她的民间信 那当然后来呢 就另外一套 就是第二样的宗教信仰 那说到登天 骑着一只三头鸟可以给登天 骑着一只蛇形的车可以登天 那在这些画像砖上面呢 我们见到的马呢 是什么马呢 是天马 这个天马不是千里马 不是大院的寒血宝马 因为这只马呢 在画像砖上面呢 就画了 一只马呢 是这样的 是有翼的 那就是说 古人认为呢 登天可以骑马 只要骑一只有翼的马 它叫天马 那你的灵魂呢 可以飞上天 那我们竟然呢 除了鸟 除了蛇 除了马 还有遮瑟的动物 帮我们登天的 猜到呢 眼镜布两条 就是难度高一点的 可 可 不是我心中的答案 么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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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第三个答案 我们弟姐 送一手 眼镜布 不 呢 六 但是呢 為什麼我說你對一半呢? 是坐著一隻綠馬拉的車 叫做綠車 聖誕老人 因為在漢朝的神話裏面 一隻綠 它有五百歲的命 它就變了一隻白色的綠 白綠是吉祥的 所以綠代表長十 因為它可以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 可以五百歲,一千歲 所以我在畫像磚上面 畫像石上面 我看到有綠車 當然也有綠 但是看不到有人騎著一隻綠 反而用綠去拉車 這就是綠車 帶我們升天 當然裘長的朋友說有鶴就有鶴 但是我們看不到 就是利用鶴去升天 鶴是長壽 後來我們知道它是長壽之物 因為鶴是一千歲 這些全部都是反映到我們中國人去到漢朝為止 那麵畫 那麵畫 原來是這樣的 看完之後 畫像石 畫像磚 都被淘汰了 為甚麼呢 因為社會是進步了 是開始很多畫工在墓裏畫壁畫 只不過呢 我們不是找到很多武藏有完全的壁畫 如果我們有呢 我們看到 如果你在文化考古報告裏面 東漢 藝進南北朝 藝進南北朝 到唐朝的壁畫 即是武藏裏面的壁畫 尤其是唐朝的武藏壁畫 那些公主帽 畫得很大 很漂亮 那麽你看到的題材呢 必定有一件事 是出猶 出蟲 即這個觀念永遠存在 即是說死者 他將他的威勢 去帶到他的名質 將他的享樂 即是他吃飯飲酒 跳舞那些優 帶到他的名質 那這個呢 無論你用畫像石 畫像磚 以至到用手繪的壁畫 都反映到出來 那當然 我們看到 如果在偏遠的地方 也都寫了他的 民間的生活 例如牧羊 牧馬 那些是社會生活 那些是其次的 最重要 就要寫到他的威勢 和他的享樂的情景 那去到送的時候 那便很奇怪 去到送的時候 我給了一張 壁畫來看 在墓裏面有幅壁畫 那是一個女士 在墓門裏面 走出來 是開著門的 開著門 開著門 這個宋代的墓 那我有機會呢 去到河南 山西 捐入送墓堤 漢朝的墓 可以很偉大的 它未必得一個墓室 那如果你去 九龍的李正屋 古墓 它除了一個主室之外 還有耳塞 耳塞 耳塞 即是耳塞 即是旁邊 這個厚狀 那當然呢 我們的李正屋古墓 曾經被人盜墓 現在發現的文物 不僅這麼少 應該會更多 不過我們李正屋古墓 是找不到屍體的 可能是一個 找不到屍體的死者 是他後人 就要厚狀 即是當是一種象徵手法 去到唐仍然是厚狀 但去到宋的時候 厚狀的風氣 開始要改變 為甚麼 人口多了 地少了 即是等於我們現在要土壯 買一塊地都一百多二百萬 是吧 去到宋朝的時候 這個轉變 因此我捐入那個宋的墓狀裏 真是一副棺木這麼大的 因此要烏身進去 直接不可以站在那裡 就是這麼高度 就放到棺木 那那個墓門 就是剛才我給你看的那個墓門 那那個墓門 當然不是畫上去的 即是一個墓的室 那扇門當然就是石 但是一塊石 是表示不到甚麼 因此在石門上面要畫一些畫上去 就畫了這些畫上去 幾乎所有的宋墓 幾乎 那個墓門都有個女士 開門的 那它是誰 這個很有趣的 於是那些學者就去找 那我找不到一個死者 因為為甚麼 你經常有個女人跟你開門 不是男人一定是女人 那我不給你們獎品 因為怕你們猜中 那這個肯定不是那個墓主人 那墓主人不需要開門 那墓主人是躺在裡面的 那原來呢 那這個真是一個侍皮 那這個侍皮呢 就要開這個墓門 開這個墓門做甚麼 因為你關了門 那墓主人登不了天 你關了門怎麼登天 是不是 出不了去 因此這個是宋慈人的象徵手法 他又不可以打開這個門 打開這個門就有私人 那這次就隱瞞了門 那隱瞞了門 就要找一個丫鬟士兵 就輕輕推開它 裝個頭出來 然後告訴主人 外面沒事了 出來吧 好像登天 那當我進去的宋墓裏面 一看 跟我們漢朝的畫像石 畫像磚 那些壁畫是兩回事 宋慈人的墓裏面 是將他凡奸的家裡 畫了下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那個棺木 就放在家裡的正宗位置 那四面牆會畫了甚麼呢 畫了主人家吃飯的情景 是個飯廳 畫了他後面有窗門窗面 望出去的花園景 那個墓的頂 就畫了他們的司令 就是屋頂 那些屋簷 那個線條 全個墓其實是凡間的一間屋 他是用圖畫畫出來 那樣畫了 那樣畫了 墓主人兩夫婦 就是他那個未必是合葬墓 但是不要論他 是女主人死了 一個男主人死了 他寫了兩夫婦坐在那裡 好像老爺奶奶在那裡吃飯 旁邊就很多侍蟲 所以從漢墓裏面 我們看到 宋朝人那個建築的風格 宋朝人用的家具是怎樣 如果你想說名式家具 可以看到宋代的家具 宋代的餐具 宋朝人男人和女人穿的服飾 全都看了 但是宋墓是一個迷你墓 是很辛苦的 進去後 稍一不慎 就堪穿頭 因為要烏身進去 這個就是宋墓的特色 但是宋墓 除非死者很窮 畫不到這個墓 即是畫不到現實的冥窄 就沒得說了 普通的墳墓 如果不是 就一定有什麼 畫的壁畫 到了元朝的時候 畫墓裏面畫壁畫 越來越少 因為厚壯的觀念 越來越淡薄 還有中國人的墓 就越來越細 是吧 那就 不想畫一間屋上去 如果你孝順死者 就給他一些象徵式的陪葬品 肉器 給他帶下去 最多有一件事 仍然保存 就給他一件很漂亮的獸衣 就讓他帶去另一個世界 所以到明清 墓的壁畫幾乎看不到 只有陪葬品 所以中國人 在一個冥窄的壁畫 可以說去到宋朝是告一段落 我們在冥窄看到壁畫 而另一類壁畫 我們在佛堂 很多人問我今天會不會講敦煌壁畫 我去到今時今日講不到 其實我是有意的 因為敦煌壁畫 因為敦煌壁畫 幾二十本書 你們去看 敦煌壁畫 其實是佛堂的壁畫 因為印度的佛寺 是建築於 岩洞裏面 岩洞裏面 要去到印度裏面 真的在洞窟裏面 這種觀念傳來中國 所以早期 中國的佛寺 一定是仿 印度 在岩洞裏面 但很可惜 中國的南方和東面 是沒有岩 岩石適如造子 只有敦煌可以造 只有三西洛陽可以造 即是河南可以造 你去到南中國 根本無可能 因此Cave Temple 到今時今日為止 限於中國的西北面 你們去敦煌的時候 應該 就要 路裏面走回去 敦煌的時代 敦煌早期就是北朝 大概距離現在1500、1500、1600年 到最後去到宋元 去到宋朝已經是尾聲 即是已經橫跨了1000年 約沒有1000年 沒有1000年 沒有800年 整個敦煌可以看到 就是南北朝的北朝 一直到唐、宋、元 整個歷史階段 當然 黃金時代是甚麼 就是北朝和唐 現在我們所見的敦煌的Cave Temple 寺廟 原本前面有個木建築 如果你去敦煌也看到 有個殘留的木建築 即是說 你走回去那個時代 你是見不到甚麼 見不到石棟 石棟在木建築之後 即是英文都說 在一個發沙之後 在建築的面之後 建築面就是中國特色 就是一個木建築 是中國古典建築的樣子 有閃、有柱 所以你開門就進去那個寺 那個寺裡面 就是利用個岩洞裡面 如果在山西大同 河南諾陽 就是用石頭去造 佛像、菩薩像 但是敦煌呢 因為敦煌的石是不堅固的 所以沒得作 唯有怎樣 就出老千 用泥去造素 泥素 那這些像 形象就由印度來 印度的佛寺 那個牆壁 就是山洞的壁 也是畫了這些畫 那畫甚麼畫呢 就跟 冥澤、宮殿、祖劫祭壇的畫不同 在佛教來說 經變 經變就是佛經的故事 那就是說利用牆壁 去做甚麼 去講故事 那第二件事 就是呢 釋迦茅尼佛本身的故事 本身的故事 就是說釋迦茅尼佛前世的故事 他今世 即是當時的現世 就要成佛了 但是他前世 他有一個傳說 這叫做本身故事 這個本身故事 亦都是告訴信眾 他因為有前生修為 所以到現世 他就可以成佛 所以很有趣 這個其實就是講故事 大家都知道 佛經是用文字寫的 但是很多信眾是不懂字的 不懂看那本經文 因此在寺院的牆壁上面 就很好利用 去講故事 去畫畫 所以在佛經的故事裏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有飛天 the fine angels 飛天 在本身的故事 我們看到有六王 即是六王 其中有一個經常講的 佛祖前世的故事就是 見到一隻老虎 去吃他的老虎仔 因為肚餓 佛見到的時候 讓老虎仔很難過 因為痛 於是叫老虎 你不要吃老虎仔 你吃了我 很大 很偉大 就是犧牲精神 這是其中一個很能害 這就是佛本身的故事 第三樣東西 就是佛 就是佛菩薩 就是佛 應該怎麼說 不要尊 尊應該是道教 不如這樣吧 佛菩薩的尊象 就是他們的樣子 他們說法 即是廣道的樣子 就是廣道的樣子 全部都畫出來 因為立體未必做到出來 為了這個信眾知道 除了釋迦馬來法 原來還有的 就是在他畫了牆上 在燈王這些石櫥的佛寺上面 出現了一件事 是影響我們中國民間 不是民間 整個社會的心願 是甚麼呢 是甚麼呢 原來在這些壁畫上面 我們見到有個男人 鬼鬼祟祟站在旁邊 我告訴世人 這壁牆 我是給錢人畫的 因為在佛教裡面的觀念 就是世俗的觀念 你起佛寺 你做一個佛像 菩薩像 羅漢像 做甚麼都好 就是為一間寺去做一件事 你捐了錢 你做了功德 即是積福 這就是用英文說的東南 於是個個有錢 沒有錢也好 為了要做功德 多大要籌錢 籌了錢之後 怕沒有人知道 唯有把自己的樣子放在那裡 叫人畫在那裡 敦煌 是邊年邊日 這個文化 就是我們在敦煌 反映出來 而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很多 即是香港也好 很多寺廟裏面 都有這個東南的名 這件事就是 從正面去講 就是鼓勵別人去做善事 就是捐錢去收寺廟 是吧 就讓很多信眾 有這個服務可以去擺 但另一方面 其實是一個 是為了自己 謀求永生的利益 沒有了這批公養人 我們哪有千佛董 東王 據統計 接近五百個佛董 五百個 而這個佛董上面 有些壁畫 那些壁畫 如果將它們 連起來 寫錯了 不是公里 公里 即是KM 25個公里 即半個馬拉松 馬拉松 四十幾里 半馬 你想想 那裡多厲害 我們從這些 敦煌的壁畫 我們看到外面 中國以外的畫師 如何影響我們 由早期 因為要講佛經的故事 講佛祖前世的故事 自然有很多 郊區的景 郊區的景一定有山 有樹 有花草 那這件事 就教我們中國人 如何去寫風景畫 因為一直以來 我由漢畫像石 畫像磚 以至到秦宮廷的壁畫 這些題材全部是甚麼 人物畫 幾乎是人物畫 是沒有寫風景畫 就不要講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山水畫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中國人 千多年以來 是不會畫風景畫 他不重視風景 但是因為要寫佛經的故事 佛祖的故事 所以要被迫 要寫風景畫 那麼我們中國人畫的山 就開始大了一棵樹 如果不是 人就最大 樹就中間 山就最小 那就完全不合比例 但是因為東王這個外來的宗教畫 就讓我們慢慢學會這件事 但是有件事我們始終不接受 在1558年前北朝的時候 曾經我們見到壁畫 畫的人物 鼻有陰影 但是我們中國人沒有學到 覺得這件事不對 骯髒骯髒 因此不學 去到一千多年後才學這件事 否則我們中國人很早期 已經有光影這套畫畫方法 是沒有的 是西方已經一早傳入 所以如果你看 你有機會去敦煌看壁畫 如果你看到寫的人物 這個人物當然是菩薩阿佛 羅漢 如果他用的畫畫方法是有層次的 有透視感層次這些是甚麼 反而是早期的畫 後期的畫是沒有這件事 因為後期的畫已經全部中國化 即是畫化了 用回我們中國人那套方法去畫畫 這就是佛堂裏面的畫 除了敦煌這個石骨子 我們到目前為止 可以見到地面上的佛子 在哪裏找到? 去山西 去山西 我去過山西五、六次 因為山西就是保存了地面上的文物 不要說地下面 地面上的文物 因為山西可能 就是可能山西人不公慶 因為落後一些 所以很多偏遠的地方去不到 所以山西可以保存到唐代的佛子 我去過山西 你去唐代的佛子是怎樣的建築 我去過就看到 你看到 譬如我的記憶 如果你上網看 有間佛子叫大雲苑 是五代的壁畫 這些五代壁畫也是寫佛經的故事 開花子 你上網便找 如果你山西走到這些地方 寬代的壁畫 我們在燈王的石櫃可以看到很早期的壁畫 但那些是Cave Temple 但我們中國人建的佛子 也是佛子裏面的佛堂 旁邊所畫的畫 在山西可以看到 你去看 我曾經去過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好像叫做岩山 是一個金代的壁畫 旁邊的牆畫了幾個座佛 非常大的 比樓底高 那幾個座佛全部有數 因為是金代 金代的人 是畫的男人是流數 我們看作人畫的佛就沒有數 所以見到那幾個佛全部有數 當然是俗語所謂禍頭 流數 這就是金代 金代人女真人的風格 我們在現世的佛子裏面 都是見到同一樣的內容 就是佛經的故事 本身故事 和這些佛陀菩薩的法相 我們中國的道教要全教 走到旁邊看佛堂 滿天神佛 又畫了很多的畫 於是我們中國的道教又要學 中國的妙觀 其實是先人住的地方 所謂叫先蛇 先人住的地方 皇帝住的地方 就是宮廷 老百姓住的地方 當然是楊宅 但楊宅不重要 最重要是陰宅 就是冥宅 所以冥宅富麗堂皇 但是神先住的地方 我們要做功德 因此 中國的神先住的地方 將廟裏面 情況等於什麼 等於宮廷一樣 有什麼 神的出入 天神的出入 地面 皇帝出入 將軍出入 大官出入 但是原來先寫 你當先寫 裡面的主人家 一個天神 他本身都要出入 所以一樣去寫出入圖 一樣去寫 這個神的故事 其中在山西裡面 大家都知道 瑞城 這個來字 永樂公 元代 瑞城 原本 道教 在山西是拜什麼 是拜呂洞賓呂祖 就是全真教 你看看我小說字 全真教很巴薄 就是呂祖 最先是一個呂祖的字 呂祖 後來 經過今代 發展到一個 灌 就是道灌的灌 去到元朝 將灌 改稱為宮 宮廷的宮 因為中國皇帝 容許 道教的天神 可以住在宮殿 所以叫做 永樂宮 因為他在瑞城 永樂縣這個地方 所以叫做永樂宮 美樂宮的主殿 就是 現在我們學者叫做 朝圓圖 就是朝拜元始天尊 當中大概寫了三百個神仙 那我一本牆 就是電當然有三牆牆 那三牆牆加起來有九十五米那麼長 那電的高度有四米半 每一個神仙 每一個神仙 真人那麼大 分分鐘高於真 那全都是彩色 用線勾納出來 寫 而且呢 道教裡面原始天尊 就是道教概念裡面 它製造一個宇宙 所以宇宙是原始天尊 製造一個宇宙 即是它建一間大廈出來 建完大廈 大廈裡面要有電梯 要有睡房 要有整個設備 就是誰做的呢 叫寧寶天尊 原始天尊 叫玉清 寧寶叫上清 第三個叫泰清 泰清大家都知道 就是泰上老君 這個很科學的 你建一間大廈 建一個殼 這個殼 一定要建一個殼 這個殼就是原始天尊 建一個殼 建一個殼裡面 要有facilities 要有設備 寧寶天尊 寧寶就是要給他一些東西 有這些水喉 煤氣什麼都齊了 要找太上老君 就是老子 他就要搞道德 道德是什麼呢 用英文來講 regulations How to use the facilities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爭著肉 爭著開水喉 那會糟 所以這個是道德 所以道教裡面很邏輯 就是說整個宇宙裡面 首先創世主制原始 跟著寧寶 最後都要找個老子出來 如果沒有老子搞這個regulation 這個道德 天下大亂 因此這個永樂公寫了 大約三百個神仙 去朝拜 原始天尊 這個永樂公是元代的 保存得很好 原來我又去過這個永樂公 根據當地人說 即是那些考古學家 我看書也多 1959年 永樂公附近要建水塘 因此我們中國政府 花了七年時間 將原來的永樂公搬上山 七年時間搬上山 整個道貫搬上去 包含了壁畫 所以現在你看到永樂公 不是元朝的永樂公 是1960年代搬上的永樂公 因爲壁畫 本身 譬如這幅壁畫 外面有個外牆 如果保護壁畫 外面的外牆 經過風雨滲水 壁畫就會 污染了它 會破壞它 所以還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它搬的時候 在壁畫之外 有一個空心的地方 外面的外牆 是後家的 即是說 在外牆 真的受風雨 外牆裏面是空心的 過了這個空心的位置 才是原來的壁畫 所以整個原來的 領落公的壁畫 就保存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爲1960年代成功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嘗試這樣做 就是搬一個古籍 所以永樂公的壁畫 就是很典型 寫出道教 因此這個道教的壁畫 除了是出遊 即是天神出遊 還有講一些天神的故事 或者祖師的故事 例如女祖的故事 例如 譬如永樂公裏面 今代的全真教的盟主是誰 黃重陽 黃重陽 看我少知道 黃重陽 所以他有個電 寫了很多黃重陽本身的故事 所以同樣 好像佛教的佛堂一樣 都是講天神 都是講這些神佛的故事 一模一樣 道觀 佛堂也好 其實都是我們中國人 演繹到好像皇帝的宮殿一樣 完全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是換了角色 這就是仙社的壁畫 我們看到中環早期 就是一個祭壇寫壁畫 這些已經殘留比較少 以及我們都不知道 它的真正意義在哪裏 我說祭壇 有些地方可能不是祭壇 但是宮殿的壁畫是存在的 一直到路清 我們的宮殿也會寫壁畫 我們古人上不到天 死後一定要落地 落地也會上上天 因此在地下都寫小鳥 寫飛馬 寫六尺 都要上天 所以這個觀念 一直到道 送都存在 到今時今日 因為地府人滿之患 所以沒有辦法 寫不出壁畫 佛堂、道觀 當然你到今時今日 如果你想做一個偉大的供養人 你就建一間偉大的佛寺 很大型的道觀 所有的長壁 金壁輝煌 很多壁畫 我們民間老百姓 根本自古以來 除了存錢 去做孝順仔 做一個命責 給死者之外 根本不可能有壁畫 是沒有可能的事 是吧 家裏沒有可能有壁畫 到了送的時候 我們中文人開始用券 用紙去寫畫 才出現了 就是不需要在牆壁上面寫畫 我們可以用一張紙去寫畫 在一個券上面寫畫 甚至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我上一次說過 你就可以買紙畫 就是連畫 所以老百姓 一毛錢可以買一個神 一毛錢可以買一個希望 一毛錢可以買一幅娛樂的場景 是吧 所以這些紙畫 你貼在牆上面 貼在門上面 貼在家具上面 其實功能等於一幅壁畫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 在壁畫上學到的真正意義 但你沒有能力 如何化解這個困難 發明了紙之後 就是民間用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去寫連畫 去寫字畫 後來就是畫片 現在我們叫做連畫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每年都可以緩畫 每年你有不同的娛樂 你不同在道貫上面的壁畫 是遺留了幾百年 是不變的 這就是民間的畫師那種聰明 亦都代表了 就是中國人怎樣 用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去買一幅壁畫 只不過 就把材料 由磚 由石 由一棵泥牆 就換了什麼 變成一張字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 處理壁畫那種延遍 那這個很重要 到今時今日 我們須不需要還原壁畫呢 你們自己去想 你的牆上是如何去畫畫、畫幅畫呢 那畫畫呢 你的自己要懂得畫畫 但很可惜 我們現代的城市 很多人都試圖畫壁畫 變成了圖鴉 全世界都在牆上圖鴉 如果我們熟悉中國人那種圖鴉的精神 其實你圖鴉是破壞了主人家的希望 因為主人家的牆是聖天的 主人家的牆表現了他的財富榮華富貴 是他的長生領生之路 你一個伯燕仔伯燕仔去圖鴉 將一個美好的牆污染了 如果在我們古代文化來說是沒有功德 所以你們哪個靜靜地圖鴉 就要不要做 如果要做的話 就敲門 就像那個宋巫的那個女孩子 敲門 敲門 整個門櫃 可不可以在外面畫圖鴉 先問問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歷來無論世界是什麼地方 很多人都喜歡畫壁畫 新社時代幾千年都畫壁畫 到今時今日我們圖鴉都試圖畫壁畫 只不過圖鴉的出法點是什麼呢 是表現自己 其實為什麼要表現自己呢 因為懷財不育 還要非法地在別人的牆場表現自己的才華 美其名說美化 但美化是要主人家願意這樣做才行 因此我們去看壁畫 現在這裏看不到的了 我們目前只可以還在這兩個地方 找回中國人那種壁畫的藝術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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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